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1500米自由泳对孙杨来说就是他的强项 虽然场上高手如云 但并没有对孙杨造成威胁 在参加比赛前 孙杨就给全国人承诺了夺冠的决心 而就在比赛开始前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紧张到极点的事 他突然地强跳 震惊了现场所有人 其他选手都纹丝不动 只有孙杨独自跳进水里 满脸疑惑地看着旁边的选手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抢跳时 其实按照比赛规则 选手抢跳是要取消比赛资格的 孙杨表示自己是受到外界观众的声音影响 裁判开始观看比赛回放 确定是否如孙杨所说 在等待的过程中 所有人都替孙杨捏了一把汗 不过好在裁判经过场外录音回放 确认孙杨并没有犯规 经过令人紧张的时刻 孙杨再一次全身心投入比赛 这时他出发非常顺利 孙杨从一开始就没有着急冲到第一 而是选择后发制人 慢慢加速超越 一百米后孙杨才开始冲到第一名 与此同时孙杨也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他与第二名的距离逐渐拉开 赛程过半后 其他选手的体力明显下降 而从孙杨的泳姿和速度来看 孙杨的体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在比赛还剩五百米时 距离孙杨最近的并不是对手 而是他突破纪录的那条黄线 如果想看第二名 只能拉远镜头才能看到 最后冲刺时刻 比赛已经毫无悬灭 孙杨将成为 中国男子游泳历史上 第一个在一教育会当中 获得两枚金牌的选手 而且他大幅度地提高了世界纪录 孙杨足足领先第二名将近三十米的距离 也以这样优秀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并且将世界纪录大幅度提升 这一刻孙杨开始彻底释放自己 顺利拿下这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四分31秒02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同时将奥林匹克的第二枚金牌 挂在胸前 新的世界纪录 被孙杨改写 奥林匹克冠军属于中国 冠军属于中国